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到底是御寿屋断头的结果吸引人 还是能平转的解套令人向往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就是帅过头 这一集呢想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上礼拜看到一个影片 觉得蛮有意思的 想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最近新闻很夯的帅过头 他就有po一个短秒数的影片 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央行打草房下重手 而且他一直在说 他预估在12月的时候 央行会再次下手 然后也是很重的 所以他现在开始呼吁大家 如果你买预售屋啊 你会遇到这种断头的风险的话 他可以借你的物件 但是要平转 就是所有的预售屋 他都收 他说你都来 他说他帮大家解决问题嘛 那同时他也想解决这个 购屋族的问题 他说如果你是这种 名下没有房产 首购啊 像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啊 你也来 反正他就是会给你优惠的价格啦 利益良善 但我觉得他很厉害 他很会赚钱耶 对啊 所以他是帅过头啊 风向很 一不对 他就马上改变 改变他的这个赚钱的策略 我们之前有在聊嘛 就是说帅过头 其实很有料 只是他有时候会过头而已 赌比较大啦 你说他厉不厉害是厉害的 只是他赌的比较大而已 好来 现在讲的 第一个 我们之前有聊过说 其实房市一冷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投资客 可能终于才会出手嘛 对不对 在前面段时间热的时候 其实他根本懒得看啊 只是觉得 这个房价要怎么这么高 我们之前聊过嘛 这个已经高于 他们的批货成本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从新清安开始的 这一波的涨幅 其实真的有些老手投资客 是觉得这个有点太浮夸了 所以他们不一定会跟进市场 比较多的这段时间 说实在话 真的是小白比较多啦 讲实在话啦 其实是说 你可能有投资个一间两间 也是说你是以房地产界来讲 你的时间比较短一点点的 不是说你都不会 只是你没有经历过跌起来 再跌这种时间 你的时间点比较短一点 或者说政策会影响到什么 或者经济会影响到什么 或者说房贷都带不出来的时候 会怎么样的状况啦 所以可能这一段时间会遇到一些状况嘛 对不对 但是多数的 类似像帅锅头这种 老的有经验的 可能观望 已经观望一段时间了啦 是不是该出手了 出手 他出手是救你呢 对啊 真的是救耶 他说预售屋他全收 他的意思是说 在平均地权条例之前 你可以换约的 那你赶快我来收 那或者是说 你现在即将要交屋的 那你可能很急的啦 对不对 那跟建商讲一讲换约 帮你换 赶快让你补上去 至少你可以安全下车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对这些人来一个救赎 甚至说你有可能是换屋的 那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你已经是有一间人 你没有办法 那你这时候找他嘛 他给你全收嘛 是不是 那我们频道之前有一些 就是讲说 要等这个房市下修 他要来抢 你有摔过桶这种魄力吗 是不是 真的 他就全吃嘛 你可能还等不到呢 那他也讲了一个很重点嘛 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 资深投资客来讲 他会跟你讲嘛 那这些要脱手的人 应该也很清楚啦 他讲就讲平转了啦 那平转你也不要想多赚啦 不要让你了掉就好了 我现在也在救你啦 大家互相帮忙啦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想说 你还要加价卖 加价卖那你就自己去卖吧 对不对 找别人 那平转 平转是什么意思 平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两年前下定的 或是去年下定的 或是三年前下定的 那现在差不多要交屋的 不管啦 他平转就是你当时买的价格 那这段时间是不是房价有涨 没错 对不对 那这段这几年的涨幅 你就不要跟他算了啦 他就跟你平转 帮你解决问题啦 那他解决之后 他是也有呼吁说 那如果有缺房子的 这个时候 这个信心还是开给你嘛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来买啊 不要说他一定是完全不赚钱 这个到底要怎么算 我们不清楚 或者说他有可能真的就是帮忙做平转 中间收一点服务费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合理的 就是有收服务费 这也很合理的 对啊 因为毕竟他号召大家嘛 对啊 你要做慈善啦 他就是帅过头 他给你做慈善 对不对 但你说他狠狠削你 我也不敢讲没有 那我也不敢讲有 但不管怎么样 他帮你拿到就是三年前 或是两年前的价格嘛 对不对 那这个价格给你 你经历过这段时间的涨幅 你可能会觉得 其实这个还是便宜的啊 没错 所以之前有聊嘛 就是有一些投资客就在等啦 我没想到 他会出这样子的 这一招 这个方式 这个真的很厉害 他这个 你也不能说他是投资客啦 甚至他有可能 直接买空卖空啊 直接找好买方 直接找好卖方 中间就直接做一个 左手换右手 双方满意的一个服务啊 我觉得应该很有机会是这样 对啊 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 哇 这个又是这种万二投资客 我干嘛要理他 对不对 就很讨厌他这个人 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 他这个服务是有价值的 所以他赚钱 他不要跟你赚很多 我都觉得是蛮合理的 因为他解决一个急着卖的问题 跟解决一个想要买的问题 那你事实上 你的确可以买到 比现在市价来的便宜 对吧 因为你毕竟是两三年前的价格嘛 那你另外一方 你的确是这个问题被解决掉 你也没亏到钱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很不好吗 我觉得也不至于不好 你说他完全坏 也不至于完全坏 只是说他看见了 做这件帮忙大家解决问题的事情 他也许有利润 先不要讲说 是不是在做善事 是不是在做好事 但是他做的事情有价值 我讲实在话 这件事情是有价值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就是炒房有什么价值 他可能对很多其他的人 就是你没有买房的 你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他对一部分的人有价值的 就是说假设他今天急着要卖的人 他帮他解决这些问题的 或者说想要买比较便宜的这些人 他也解决他的问题的 他是帮忙这些人解决问题 我猜一定会有人讲说 哪有 这就是在帮忙协助炒房 协助下车 关我们这些人什么事 那为什么有价值 每个人其实都看 他对于别人的价值是怎么样 像如果我在上班 我就看我对我老板的价值是什么 对不对 这是反映到我的薪资 那他可能就是 你看他的老板好多个 这个买方也是他老板 卖方也是他老板 他可以服务这么多人 所以他价值 有他的价值在 我不是想说这个好或不好 但这个价值的确是可以让他赚到钱 那这个如果说真的可以买空卖空的话 就是说两边 然后他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 其实是真的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说实在话 那再来就讲了 如果说你是小白自助 你会不会想要买 会 但是有的人不会 我就是不要 我就是不要接这个投资客的房子 我就是不要接让他们好下车 我就是想要看到他们很惨 有的人会这样想 但是这就是会有两种 像你会觉得要接 有些人觉得不要接 好 那这个后面呈现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完全都没有人要接 那我觉得你希望他们很惨的 这个状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就怕 有的人觉得这个价格 回到两三年前 划算 我可以接 有一些区域如果说是真的还不差的话 我好像可以接 对啊 不要跟梦想过不去 对 因为你可能是自己想要住 当时想买 可是你慢了一步 对啊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心情安 乐乐乐乐到最后 你想上车没上到的那一群人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他就有可能会去了 所以市场上如果说有一部分的人去 那没去的人就吃亏了 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你大家都能够讲好 那可能会达到这种 你希望他价格下跌 或者他们过得很惨的效果 但问题是没有办法讲好 就是有些人会去买 他会觉得 我知道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问题是我现在结婚 或者说我小孩要出来 或者说我今天不想跟家里住 或者我工作在这边 我有这个需要 我知道你们的理想 我以前也是跟你们站在一起的 可是我现在要赚钱 我要工作 我有这个需要 或者说我要这个主家庭 我有这个需要 这样子的状况下 他还是可能会去买 那买到最后的结果是 可能这样子的急迫 就稍微舒缓了 那舒缓之后 等到下一波 房市景气慢慢起来之后 会不会没有把握住机会的 会觉得不开心呢 不知道 因为有些可能是真的就没有要买房 那有些可能是想买 他还想要那个价格 就像我们之前有一集讲到 他希望价格达到三折 他才要去看看 他不一定是买 才要去看看 那这边就是告诉你市场状况是 可能你还打不到三折 打个八成 甚至我讲夸张一点 七五折 到这个价格早就被抢光光了 你要等到三成很难 但是你们讲到 其实还是有个淡数 这些如果说要把房子 拿出来平转的这些人 就会回到之前 我们那时候有在讲 你们不要什么区域都吵 什么区域都觉得买了没问题 如果你是自住 你能够接受那个环境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是投资 你有些地方就是被推挤的 推挤的这种 你这个时候拿出来平转 你可能也不一定卖得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连可能地段比较好的 它都回到两三年前的价格 我知道你那个区域 回到两三年前更便宜 可是问题是现在最近的市场价 已经让我感受到 原来是这个价位了 我本来预期一瓶大概是六七十万好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买到 比较地段好一点点的 我可能可以价格回到五十几万 那跟你那个旁边的旁边的 蛋壳蛋壳那种 你价格一瓶三十几万 这个时候到底有多少人会愿意去接 这就不一定了 我不敢讲说不会 但是可能就是说要多注意 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子如果说 你要转职成新手投资客的话 你大概就要知道 就是有这种状况 之前也有讲 房价没有永远上涨 只是说长期看起来 它是上涨 那这个长期看起来 到底是房价上涨 我们之前有一个会议频道有讲 到底是整体的房价在上涨 还是其实是钱在贬值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件事情 所以总之 现在像上次我们有讲 就是说可能有些不一定会拿出来卖 但我有漏讲这个 就是说你在平均地权条例之前的这些 或者接近最近要交屋的这些预售屋 它是有可能拿出来卖的 如果它很急 那它有可能它这个价格 就是以现在市价去打折 但是如果说它真的都找到 可能刚刚讲的平转 摔过头这边 它愿意平转的话 那它就真的蛮急的了 所以摔过头它帮忙解决 我会觉得 如果你是真的有要买的 其实是可以了解看看 我也不知道帮它打广告 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有心情安的资格的话 我会想看看 对啊 那买不买是一回事 我看看 那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很急 急到你是百分之百 在9月19号之后 你看你自己没有办法交屋了 钱大概也弄不出来了 那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吧 你能够平转出厂不赔钱 其实也是好事 你就当作你这三年 你帮了另外一个年轻人 锁住价格 那也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 的确是 你帮别人锁住价格 自己也没有赔到钱 有什么不好 那有些就是会觉得说 我要帮那些 这个投资客下车的 我怎么样这样 就是好了那没关系 那你也不要看 对那无所谓 那但是可能有人会去看 但我也没有说要吐槽什么 因为这个就像是 用总裁的方式教训投资客 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 教训投资客 对不对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没有说好或不好 或者说市场上会有人去看 那有钱真的很需要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不妨可以去看 对于我的立场来讲 我会觉得 大家要去顾很大的事情 还是先把自己的基本需求先顾好 你先顾好这件事情 再去顾一些伟大的理想 比较好了因为我是属于这种比较世俗的人 我如果我吃不饱 或是我看到自己小孩子饿得很惨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举一些道德很高尚的这种大旗帜 在前面挥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我会 小孩子不要饿到 不要淋到雨 能够开心长大 就是我会担心的 父母亲身体要好 对不对 要买点补品给他们吃 等等的 就是这是我这种 我啦 我个人比较世俗一点点 我没有办法做这种很大的理想这种事情 没办法在道德至高点上 对啊 就是这些东西先顾好以后 我才能慢慢去做那些事情 我没办法先后顺序反过来 但是有些人可以 有的时候时代的改变都是靠这种人 他们是时代的先驱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那可能有些人是引领时代改革的人 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我没有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好的 或是要取消他们 是我做不到 那我相信有一些可能看法跟我比较类似的 也许大家可以参考我刚才说的说法 去看看没有关系 OK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拜